你们知道司徒男将献衣族害得有多惨啊 献衣族培养数万年的祖灵被其吞噬 就连问鼎修为的四祖也即将成为司徒男的盘中餐 书接上回 当恋魂宗的顿天十足陨落之后 王灵又开始询问司徒男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司徒男低声回应道 当然是去找个能够匹配老夫灵根的肉身 等到恢复修为后 再去将当年那几个人全部杀光 若是他们早已死去 那老夫也会拿他们的后人来泄愤 其实司徒男的性格一向都是牙字必报 早些年他便给王灵灌输了一种近乎魔道的思想 所以王灵后来杀戮滔天 与当年司徒男的指引有很大关系 而后王灵点头说道 如今天逆珠已经与我神势融合 怕是无法取出了 司徒男扫了他一眼呵斥道 你当老子还会要那破珠子不成 就是那珠子害得老夫如此狼狈 我才懒得要那破东西 王灵露出一抹苦笑 他自然明白司徒男这番话的寓意 只能道了一声谢谢 事实上司徒男早已猜出天与珠价值无法估量 甚至足以超越仙宝 可他做人的原则虽然桀骜霸道 但对于感恩却是极为看重 当年初代珠雀对他有恩 他便放弃了前往其他星球提升修为 而是留下守护珠雀心 而王灵与他关系更为复杂 王灵几乎是他看着长大 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弟子 所以这天与珠与王灵的神势融合后 他就更不能要了 此刻司徒男冷哼了一声 又说道 要谢我就赶紧给老子找个肉身吧 王灵思索了片刻后回应道 珠雀子有个徒弟名为前锋 他的肉身应该不错 司徒男摇了摇头说道 珠雀子的徒弟还是算了吧 毕竟初代珠雀对我有恩 你可以随意杀他 但我杀他有些说不过去 而后司徒男双目金芒一闪 神石头向极北之处 露出了惊喜之色 他继续对王灵说道 珠雀心上怎么会有这种肉身 虽说是个童子 但完全就是为了夺舍而准备之物啊 我们赶紧去朱雀心的小北岩籍之地 老子未来的肉身就在那里 说吧 王灵便与司徒男离开练魂宗 向着极北之处飞去 在前行的途中 王灵又向司徒男请教了一些 关于极境的问题 尤其是他还听闻 修心之经可以让极境进化 只是不知修心之经究竟是何物 司徒男听到王灵的问题后 神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并非常郑重地回应道 极境是一种很霸道的物质 修真联盟常年都在寻找拥有极尽的修士 一旦被发现 便会立刻将其抹杀 所以你要记住 不要轻易暴露此物 尤其是在朱雀子面前 至于那修心之经 算是修真联盟控制修真心的最歹毒之物 你若是想要离开朱雀心 必须要得到此物 否则日后是个隐患 可就在司徒男想要继续说下去时 他突然察觉到前方有仙遗族 正在献祭祖灵 于是立刻向亡灵索要了一块仙遗 吸入体内 并说道 修心之经的事等会再说 接下来我要去借助仙遗族的祖灵术 恢复一些修为 你就在原地等着我吧 与此同时 在朱雀大陆的东部 诗英宗为仙遗族送来了一具 应变漆的巨魔族尸体 用来献祭祖灵 当然朱雀国也并没有坐以待地 由天狱宗的问鼎强者楚云飞带人 向祖灵术发起了进攻 只不过仙遗族人汉不畏死 他们甚至选择自爆来阻止朱雀国的进攻 在他们疯狂的抵抗之下 那具巨魔尸体的灵力成功被祖灵术吸收殆尽 紧接着一棵百丈大小的轮回树拔地而起 直冲云霄 上面所散发出的波动浩瀚无边 瞬间将整个朱雀星的东部全都笼罩在了气中 问鼎强者楚云飞面色大变 他在这股浩瀚之力的冲击下 大口可血 最终只能带着众多修士仓皇而逃 他们根本无力抗衡轮回树的威压 同样的一幕 还在朱雀星其余三个方向同时进行 可惜除了朱雀子摧毁了西方的轮回树外 东南两个方向都未成功 只是在北部的位置出现了诡异的事情 因为司徒南凭借秘术 悄无声息之间寄生到了北部的轮回祖灵树 他硬生生地将轮回树内部的养分吞噬一空 让仙仪族内极为珍贵的轮回祖灵之种立刻崩溃 这一幕让北部的所有仙仪族人震惊不已 领头人物四祖不惜寄出符文 才通过仙仪神通看清了司徒南的身影 司徒南随即身形一晃 消失在了原地 只留下了一道嘲讽的声音在风中回答 侦探娘的难吃 早知道是这种味道 老子才不稀罕吃呢 驻守在此地的仙仪四祖被气到了发狂 向着司徒南疯狂追杀而去 毕竟司徒南所吞噬的不仅仅是轮回树 那是他们族中极为珍贵的祖灵 仙仪族在这数万年来培养了五个祖灵 一旦祖灵成功成长 可以从虚无中降下灵体 两者结合便会成为强大的石叶树周诗 可没想到今日在他的眼皮底下 一个祖灵就这样被人吞噬了 此刻的四祖疯狂地怒吼道 我一定要杀了你 很快司徒南就逃回亡灵身旁 一把将其抓住及时而去 司徒南的速度极快 转眼间就带着亡灵冲出朱雀大路 直奔小北沿急之地 这位仙仪族的四祖也是铁了心 不将司徒南击杀势不罢休 至于司徒南在逃跑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担忧 甚至他还会时常放慢速度挑衅对方 让其不要放弃追杀 因为司徒南早已做好打算 在结合肉身之后 要将这位追来的四祖吞噬 这样便能减少一大半的恢复时间 并且还能灭掉仙仪族的一位问鼎强者 也算是报答初代朱雀的恩情了